好我們這邊呢來為大家翻譯一下齁 就是官方英文版 轉中文版這個重大的改動齁 就是一些重點啦一些Q&A啦 那這個是我的英文版副會長幫忙翻譯的 所以很感謝他齁感謝Jacky OK 那我們現在首先來先看第一個齁 第一個的話是轉換伺服器的時間 齁所有轉換伺服器的時間會從這個7月底開始 直到2019年的12月21號 會轉移到年底喔 所以感覺還蠻久的 然後再來呢有什麼日期需要注意齁 從9月9號開始 英文版帳號 從此無法登錄喔 9月9號開始 然後會從這個App Store下架 下架的地區呢有澳洲 美國 香港 澳門 台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英國 什麼31 12月31號 喔 他翻譯寫21阿 所以他 所以我才說21阿 是31 到31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國家齁 澳洲 美國 香港 澳門 台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英國 都會下架這樣子 那再來齁 第三個為什麼 什麼是美版轉服 那也就是把美版玩家遊戲進度通過 遲些開放的轉服網站 轉至這個雙語版 那把這個 轉到這個中文版之後 中文版就會變成雙語版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第四個是這個 為什麼美版需要轉服齁 是因為這個App Store更新的條規 一個APP呢 不能同時存在不同的語言版本 所以呢為了跟隨條規呢 只能轉 轉服至雙語版本 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齁 第五點 第五點Q 轉服之前有什麼獎勵需要領取的 競技場獎勵 修羅場獎勵 討伐戰獎勵 武道大會獎勵 這個要領取 好不好 那再來第六個 第六個 美版轉服有什麼步驟 從轉服網站推出後 根據網站的步驟去弄 弄好了之後 會有一個編號給你排隊等 那到你那個編號就會順利轉服 所以要排隊齁 那到時候他們應該會弄一個網站出來 那大家到時候再去 去那個 填 應該是這樣子 那再來第七個呢 是 什麼是一次性編號 一次性編號就是當你已經在轉服網站 申請好轉服之後呢 在美版登錄畫面 會有一個按鈕寫著獲得一次性編號 按下去就會獲得 似乎在這個 轉服時會需要使用這樣子 那再來第八個呢 什麼是轉服用的帳號 轉服用帳號就是在7月22號後 開的一個 新的中文版帳號 為了讓你的美版帳號 轉服過去使用 OK 再來第九個 什麼是神魔之塔雙語版 從9月9日開始 所有玩家都只能使用雙語版 也就是現在的中文版齁 所以就是 完全 對中文版玩家沒有任何的影響 那再來第十個問題齁 如果我已經下載了雙語版 我是否能夠開始轉服 請等到這個7月底 轉服網站推出後 才轉服 那再來第十一個問題 截止日期到了之後呢 是不是無法轉服 截止日期之後 玩家無法從轉服網站轉服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還是可以聯絡客服 不過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大家 他就是叫大家齁 一定要從 盡量在時間內齁 從轉服網站去轉這樣子啦 那再來第十二個問題齁 我們需要遵守哪些 遵循哪些時區 這個是蠻多玩家關心的齁 所有玩家都會使用這個 GMT加8的 也就是現在我們港澳的時區 就是我們現在中文版的時區 所以以後齁 所有人都是同時間開始打地獄集 齁就是台灣時間晚上十點 禮拜五晚上十點 開始打地獄集 齁就不會再存在什麼 先打的問題齁齁 這樣我覺得也比較公平 我也不用那麼累啦 齁再來第十三個問題齁 對於那些無法遵循 時區的玩家怎麼辦 齁七月底開始呢 地獄集夢魘集 還有加倍時間 會增加一天 無法遵循時區的玩家 我覺得應該是指一些 海外的玩家啦 就是可能時區差比較多的玩家 齁那他們的話 就是 從七月底開始齁 所有的地獄集夢魘集 加倍時間都會增加一天齁 算是一些補償啦 我覺得 那再來第十四個問題 如果我忘記了我的帳號 登錄資訊怎麼辦 請聯絡客服 謝謝 那再來第十五個問題齁 雙魚版儲值會使用什麼貨幣 會根據你所在地區的App Store來決定 如果你在美國的時候呢 就會用美金這樣子齁 那再來第十七個問題 以後美版的神魔程序 會怎麼樣 美版的程序以後不會再有更新齁 就是要你轉來這個雙魚版 那在第十八個問題 合作活動是不是會綁定地區 是 那再來第十九個問題齁 轉服後我帳號裡面的石頭 還有其他獎勵會如何 帳號裡面所有的獎勵 石頭卡片等級 全部都會轉過去 全部都會轉過去 那再來第二十個問題 我美版的好友列表會如何 會不會不見 轉服完成之後呢 你現有的好友列表 會出現在轉服網站裡面 你可以透過那個網站 找到他們的UID OK 那再來齁 第二十一個問題 我的UID會變怎麼樣 如果你的UID在中午版不存在 你會保留現有的UID 如果有重複的話 官方會給你一個最接近你現有的UID OK 謝謝張玉傑 六倍六倍 那再來齁 第二十二個問題 轉服用的帳號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 需要在這個7月22號或之後開啟的新帳號 第二個 等級4等以下 第三個 沒有加入任何工會 第四個 沒有儲值過 第五個 需要綁定你以後要轉服的FB 好再來接下來 第二十三個問題 轉服過程開始 我的帳號會發生什麼事 美版帳號在轉服過程中呢 無法登入 轉服用的那個新帳號在轉服完成前 無法登入 轉服帳號完成轉服過程後 會變成你原本美版的帳號 那再來第二十四個問題 我能不能用我之前綁定美版的FB來綁定雙語版 可以 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的FB沒有綁定過中文版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像我現在我舉例一下我的FB 我英文版綁的FB跟我中文版綁的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拿來綁雙語版 因為我沒有 我美版的FB沒有綁定中文版 好再來第二十五個問題 我中文版和美版的帳號 都綁同一個FB怎麼辦 美版轉服時開一個新的FB來綁定 你要自己再辦一個新帳號這樣子 這樣你兩個帳號就都可以保留 那再來第二十六個問題 如果 有兩個帳號 我是不是每次要轉換帳號時 都要刪除所有資料重新下載 不需要 我們會盡早推出登出帳號按鈕 登出帳號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不然每次我自己啊 我自己換帳號都要刪掉遊戲重新抓 很麻煩 那再來第二十七 我是否能夠把我美版的卡片魔法石之類的 轉去中文版帳號 他的意思就是不行 就像我自己玩中文版英文版兩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英文版的東西支援 沒有辦法轉到中文版帳號 非常的靠北啊 唉 那再來第二十八個 我現有的帳號綁定在我舊的FB 是不是能綁新的FB 可以 美版轉服時能綁定新的FB 那再來第二十九個問題 我是否能不綁定FB來轉服 不能 你必須綁定FB來完成轉服 好強制性的 那再來第三十個問題 我在排隊等候轉服的時候呢 需要開著瀏覽器嗎 排隊時關閉瀏覽器 並不會停止你的排隊順序 隨時隨地可以重新進入轉服網站 再來第三十一個問題 我是否能保留禮包內容 還有神魔會獎勵跟星星 可以 那再來第三十二個問題 申請轉服後是否能取消轉服 不行 確定要轉就是一定要轉的 第三十三個問題 申請轉服後是否能取消轉服 欸這個人剛剛回答過了 應該第三十四個問題 應該第三十四個問題 我是安卓使用者 是不是我也要轉服 對 對 因為它雖然說是蘋果政策的關係 但是 就是整個英文版網站就是 英文版伺服器就是要關掉了啦 好再來第三十五個問題 我帳號是綁定推特 是否有影響 啊這強制你一定要用FB綁定 OK 再來第36個問題 我的工會是否能轉服 可以 轉服完成後呢 會員會全部轉回原本的工會 工會會長強烈建議 比會員更早轉服 如果會員比會長早轉服 該會員不會被加入同工會 因為你會長要先過去嘛 這樣工會過去 會員你再過去才會進去 那如果你會員先過去就沒有工會可以加了 那再來第37個問題 我是工會會長 那 轉服之後工會會如何 轉服之後呢 遊戲裡會把你現有的工會資料都轉移 你會長的位置會保留 不過副會長需要重新提升 再來是第38個問題 如果中文版已經有一個和我工會同名的工會怎麼辦 你的工會名字後面會有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很醜耶 如果上述情況發生時請聯絡客服 不過工會要做名應該蠻難的 再來第39個問題 工會號碼會怎麼樣 我們會給你一個新的工會編號 接下來第40個問題 轉服之後呢 是否會開始和中文版工會競爭 是 第41個問題 我的競技場會如何 轉服完成後競技場排位最高能保留戰神級 未領取的獎勵會不見 所以記得要轉服前先把獎賞010 第42個問題 轉服之後 美版玩家是不是會開始和中文版玩家競爭競技場 是 再來第43個問題 我該如何領取轉服獎勵 獎勵會出現在獎賞裡面 第44個問題 轉服會有什麼獎勵 魔法石30顆 直接送 金幣五百萬 五千讚賞點 如果你是會長的話呢 會有額外的20顆魔法石 應該是那個是什麼 創工會的嗎 還是 會員的話會額外10顆 所以基本上 應該都有加工會吧 所以基本上至少都有40顆魔法石 就是給那個補償的 再來第45個問題 早鳥有什麼獎勵 如果你在轉服網站推出後兩個星期內轉服 這個就叫早鳥 兩個星期內 因為額外獲得早鳥獎勵10顆魔法石 所以就是吸引大家 就是要叫大家快點去辦轉服 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有疑問不在這裡的話 我該如何 請聯絡克服 謝謝大家